请问牧师,信奉父神的儿女都必定得永生吗? 所谓永生就是信奉主以后获得重生,死后进入天国 就是所谓得永生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 这见证就是父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能有了父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父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指获得重生,得到永生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父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死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沼泽的人也少 那么约翰一书的经文和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 看上去似乎有矛盾 一个说 信奉的人必定有永生 一个说 得永生的信徒是少的 其实不矛盾 约翰一书说 得永生的人 既要信也要奉 信是完全相信 奉是依教奉行 缺一不可 马太福音说 这个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意思就是说 相信的人是多的 但是真正走在这条路上的人 是很少的 也就是说 依教奉行的人是少的 所以 找着门 而得永生的人是少的 如果人有轮回可以转世 那么这两段经文就不矛盾 一个完全信神的人 一生当中 不大可能做到符合去往天国的标准 但是还是有机会 经过多次的努力 就可以获得重生 得到永生 请问牧师 圣经里讲 生入天国以后 就获得了永生 他们真的永远不死吗 马太福音25章46节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启示录20章第10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兽和假先知守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就是说兽和假先知被扔到硫磺的火壶里 他们并没有浑霄破散 然后在那个主耶稣 作王一千年以后 魔鬼最终也会被扔进去 昼夜受苦 直到永永远远 那我们应该知道 有生必有死 这是宇宙永恒的规律 是真理 只有不是生的才不会死 所以只有上帝才不会死 因为上帝不是被造物 不是被生的 上帝是自由拥有的 要想真正获得永生 必须超越轮回 无论是生到天国 还是死后下到地狱 都还在轮回当中 只不过 生到天国和下到地狱 时间非常漫长 用人间的时间来衡量 可能要超过几十万年 乃至百万年 时间很漫长 所以 祖基督就说 生到天国是永生 下到地狱 也是永永远远 要遭受刑罚 这个永生 或者永远 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时间 很漫长 但是还是有期限的 并不是真的没有近期的 真的forever了 其实一百万年 时间也是有限的 在时间的长河里 也就是一小会儿 生到天国的人 当天国的福享尽了 也会死亡 继续轮回转世 轮回转世 没有结束的时候 这让我们感到很绝望 那么有没有超越 轮回的方法呢 有没有彻底摆脱 轮回中生老病死 等痛苦的方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主基督再来 就是要宣讲 超越轮回的方法 虽然生命 会有生生死死的轮回 但是灵魂是不会灭的 因为生命的灵性 是上帝赐予的 是源自于圣灵的 是超越生灭的 和所有有生有灭的万物 不在一个唯独上 我们只要认真地学习 再来的主基督的教导 依教奉行 顺着父神的指引 回归灵性 就可以超越生死 超越轮回 与神合一 至于